8方旅人 这位的演员必须要去了解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才行 但是几乎找不到关于他的相关资料 看来这个任务也是有两种解法 那第一个索克拉斯之剑呢 这个是在格兰波特的摊贩街那边可以买到 那至于索克拉斯之师这个资讯 是在阿特拉斯达姆王城前那边 可以打听得到 那一样随便给他一个 喔!竟然有索克拉斯之师啊 传说中的骑士索克拉斯 在这世上没有能敌过他的见识 他绝食 经历无数修行而变得强大 那精炼敏捷的肉体 不会被任何剑所伤 嗯,原来如此 他是为了有那样的敏捷速度才绝食的吗? 那份觉悟可不同于一般人啊 我就是索克拉斯 拋下你的剑吧 喔,失礼了 那份精神就是他强大的秘密所在呢 我也抱持着必死的觉悟断食吧 等等,这个对身体不太好吧 是说演员绝食真的好吗? 会不会没有体力演出啊 下面还有两个支线 团长 啊,真伤脑筋 这可真是个大事件啊 我剧团最精彩的看点就是战斗武器啊 由于老夫太固执 主要演员都逃走了 哈哈哈哈 检讨一下啊 有没有什么猛将是可以来场逼真的战斗呢? 舞台的主角 连主角都没有是吗? 这个任务呢,就是跟这个团长打一场 这个团长的等级好像有点强 际艺的忌亚 决心 compos他的忌尼人 决定 强大的忌厚 容易出现的忌呉 好多賢 喔 糟糕了 哈哈哈 偶爾貝克退了一步 和老夫在舞台上再戰一場吧 等一下 你們這到底是演戲還是幹嘛啊 厲害 不過 在我生命燃燒殆盡之前 是不會倒下的 旅行的見識啊 報上名來吧 哈哈哈 偶爾貝克 這個 正合我意 成為我劍下亡魂吧 這 這樣可以嗎 哈哈哈 BGM突然不見了 人家是劍士又不是演員 呃 那個 戰鬥是很到位啦 可是那種生硬的演技 無法在舞台上戰鬥的 我還是找其他人吧 不過 還真是很久沒這麼認真一戰啊 謝啦 武台的主角 解完了 不要為難見識嘛 諾艾爾 蛤 這誰 是研究貝武夫王的歷史研究家 諾艾爾 我找到貝武夫王所建造的堡壘遺跡了 貴重的堡壘就在劇場裡 那當時的痕跡就 有 不過 我不會放棄的 有沒有留下什麼呢 身上有一個老舊的掛毯 這個好像是之前 就在艾巴霍多這裡偷到的 這個掛毯 看起來很有歷史了呢 這掛毯的花紋是文字吧 古和魯布爾古文字 欸? 不過好像有點不同 到處都出現困難的文法 所以我只讀了我看得懂的部分 啊 這感覺我會念 由費黎恩王國贈送給貝武夫王 這是 費黎恩國王的贈禮 是荷魯布爾古建國之時 送給貝武夫的東西呢 這是歷史性的發現啊 果然 建立荷魯布爾古的貝武夫王 是真實存在的 只要能再進一步解讀這掛毯 一定可以得出更多情報 這樣我就能更有自信的去證明了 將正確的歷史流傳給後世 這就是我的使命 好 我得繼續加油 歷史研究家諾艾爾 呃 系列任 不知道解完了沒 應該差不多了吧 非常熱血的一個學者 接下來去那個 桑械德 這邊這邊 阿里在這裡 來看一下他的資訊 蛇燦蓮花的旅行商人 在庫歐利克雷斯特與特雷莎分開後 他雲遊各地 讓經商的才華越模越亮 現在他只要一開口 就算是破銅爛鐵 也會有勝過寶石的價值 就是一個講話很浮誇的人 謝謝 嗨 就見面啦 我是商人阿里 我賺了一大筆錢 正在返回家鄉的途中 阿對 說到故鄉 老爸還在等我呢 但是總覺得 腳步很沉重阿 嗯 沒有啦 我想到一個新的商品 正打算大賺一筆呢 沙漠中都有老鼠作亂對吧 所以大家都想要貓 但是阿 不會光因為這樣 就要飼養一隻貓 所以 我想要開始販賣這個 貓的腳步聲 只要聽到腳步聲 老鼠就會逃走 也不用花貓咪的飼料費 不是嗎 可以的話 麻煩你幫我收集 貓的腳步聲 這要怎麼收集阿 來來 出發出發 推屁啊 推屁啊 像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啦 對不起 老爸 那他為什麼要 叫主角幫他找這個東西 問號 那這個任務呢 要去馬爾沙利姆那邊找一個人 應該是吧 欸 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要找誰 嗯 嗯 嗯 啊 這個人不是阿里的爸爸嗎 曾被人稱作有七色之蛇的傳說級商人 只要他一開口 就算是路邊的小石頭 都可以擁有勝過黃金的價值 但是在某天之後 他就音訊全無 關於七色之蛇的故事 則成為了商人之間的傳說 應該就是要把他帶過去啦 好 回去找阿里 哈哈 沒想到你竟然在這種地方閒晃啊 還誇下海口說 要成為獨當一面的商人 你這傢伙只會耍嘴皮子嗎 阿里 老爸 我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從你跟我大吵一架離家出走之後 就再也沒見過面了吧 說到底 那個時候你就是因為吵架 吵輸我 才離家出走的對吧 可惡 還是一樣讓人火大的老頭 我才不是草書你 我現在已經獨當一面了呢 可不要嚇到囉 我就給你見識看看 你看 我賺了這麼一大筆錢呢 喔 確實是一大筆錢啊 但是你有得到相對等的信任嗎 什麼意思 對商人來說 信任才是生命 金錢只不過像是附加品而已 那是當然了 我可是一次都沒撒謊過呢 是嗎 幹得好 嘿嘿 果然還是老樣子 就是因為對這樣的老爸有所憧憬 我才成為商人的 對 對不起 老爸 我一直都想跟你道歉的 我隨隨便便就離家出走 要親口說出這麼重要的一句話 真的是很困難啊 不過說得真好 歡迎回來阿里 我們一起回家吧 嘿嘿 我回來了 我說老爸 我想用這筆錢開一間新的店 看樣子這傢伙要忙起來了呢 阿里 在那之後 解完了 看來他跟他爸的感情也不錯 雖然會吵架 接下來我想要去 解達斯克瓦羅那邊的支線 這邊蠻多支線的欸 來看一下 不善拒絕的刑商人 最近那個流浪傭兵盜挖者 把附近的遺跡當作據點 他會把在遺跡撿到的破銅爛鐵當成值錢貨 拿來賣給我 就算我拒絕也會被威脅 有沒有人能懲治他啊 破壞遺跡的盜挖者 看來是要去找那個人打一架吧 看來是要去找那個人打一架吧 那這個任務要前往失落的遺跡 應該說要爆打一頓的對象在那裡啦 那目標就在進來的不遠處 對 這個就是盜挖者 對 謝謝 有了 對 就這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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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くぞ 由来 ここから 好 覚悟はいいか 用 行くぞ 由来 各 おう せい 哼哼 怎麼這種人的放話方式都差不多啊 可惡 給我記住 得救了 謝謝你 這下次就不用被硬逼買下那些破銅爛鐵啦 嗯 這個該不會是 你看 這個破銅爛鐵磨過之後 花紋上可是使用了金箔啊 該不會 這個也是 那個也是 搞不好誰都沒注意到 其實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值錢貨 哈 那個盜挖者要是知道一定會很後悔吧 不 我也沒資格說別人啊 把這些認定是破銅爛鐵的我也沒有什麼兩樣 真是的 還不夠格作商人 必須多培養看東西的眼光 謝謝你 謝謝你 我也會努力重新再出發的 破壞遺跡的盜挖者解完了 再來繼續 喔 這個阿蛇蘭 又見面了 是我啊 得到魔劍大蛇殺手的阿蛇蘭啊 父親來到了這個城市 我知道是這樣 看樣子 看樣子 是在這座城市附近的遺跡裡面 我一個人似乎怎麼樣都到不了 能幫幫我嗎 應該是帶他走吧 然後這個任一樣也是到那個 失落的遺跡 又要再去一次 還好蠻近的 他父親會在哪裡呢 我猜可能要到最裡面 喔 在這裡 耶 被操縱的父親 爸爸是我啊 給我恢復理智啊 他會用那把劍打他嗎 诶 恢复神智了耶 爸爸 真是太好了 没事了 已经打倒魔物了哦 这样啊 给你添麻烦了 没那种事啦 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被魔物附身的那段时间 那魔物曾经这样说过 说同伴被人类杀死了 想要报仇血恨 我被那个声音给吞噬 然后身体就无法自由动弹 如果我没有打算使用那种禁术的话 即便是那个魔物 够了 已经够了 爸爸 一切都结束了 这样啊 终于拯救爸爸了 都是多亏了你 谢谢 我打算先让爸爸在附近的城市休息 希望你旅途顺利 魔物操控人的墨伊阿舌兰 解完了 再回去解最后一个任务 我们家孩子在森林捡了一只老虎宝宝回来 哦 就是旁边那个吧 好可爱哦 现在还很小 很可爱 但长大后一定会伤害到人 老虎是吃肉的吧 也听说很凶猛 该怎么办呢 身上有一个养老虎的方法 这个资讯是在猎人的出发地 西沃尔基那边打听到的 哎呀 怎么了 什么 有关于老虎的肆育方法 哦 这样啊 这样一来 我们家似乎也可以饲养的样子 你能好好照顾他吗 嗯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所以 是吗 如果可以好好遵守约定 要饲养这只老虎也可以 这个小朋友看起来很开心 话虽如此 也不能只交给那孩子一个人啊 一旦决定要饲养 全家人都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 毕竟攸关生命的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谢谢您告诉我 我也会和那孩子一起加油的 无名野兽 解完了 养任何动物都是这样子啦 决定要养的话就要对他负责 接下来再去解最后一个任务 去维克塔霍洛那边 这里 保镖亚雷克 就是那个之前保护苏珊娜的那一个男人 谢谢 还好吧 对不起 亚雷克先生不好意思 我被抢到袭击 要送的货物被抢走 那是苏珊娜小姐托付给我的重要物品啊 没事的别在意 我一定会把它拿回来的 所以这个任务是 要去找回东西吧 先带亚雷克走 然后要去那个 不归之森 在这边 盗贼团头目耶 极度卑劣的盗贼团头目 总是以看起来很疲累的商人为目标 刚刚那个商人不是叫销售的商人吗 也不会打什么了不起的战斗 只偷了物品就逃走 自称是盗贼团头目 事实上团员也只有他一个人 就是下三烂嘛 你就是盗贼团的头目吗 搞什么啊你 是商人的同伴吗 正好 我也要从你身上拿些什么东西来 这战斗 我能贏 好 好 来 出门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好可惜嗎? 我沒有負責 光 你快到了 好可惜 好可惜 非常感謝 哼 被委托了暗杀她的任务 从我懂事起 我就被教导了各种杀人技巧 夺取他人性命 我完全不会觉得受到良心谴责 只是个没心没肝的杀人犯 我打算杀了苏珊那大人 却被闪达大人阻止了 任务失败只有死路一条 我听从命令决定服毒自尽 但是苏珊那大人却救了我 所以捡回一条命的我就问了苏珊那大人 为什么救我 她这么回答 要是大人不阻止小孩做蠢事 那怎么行呢 我那时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是小孩子啊 过去的我并不是人 在被当成大人或孩子以前 我连个人都不是 我了解到这件事 我被苏珊那大人救了之后 成为了人类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是小孩子 苏珊那大人不只救了我的性命 还让我成为了一个人 这份恩情我还没有回报完 我得让苏珊那大人活久一点才行 而你帮助了我 非常感谢 亚雷克在那之后 解完了 原来亚雷克曾经是黑药会的成员 应该说黑药会的杀手 感觉每一个角色的故事 渐渐都连在一起了 那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